一名女乘客抱怨说 搭乘台铁普庸马列车 准备要入座的时候发现 自己的座位被隔壁一名身形撞瘦男子 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二 女乘客目测男子的体重破百公斤 而且当他入座的时候 男子还将双腿打开 让女乘客觉得不堪其扰 直说这样子的乘客 是不是应该要买两张座位票才对呢 而有其他民众认为说 其实可以口头劝导 或是向站无人员反应 搭乘台铁普庸马列车 每一个人买一张票就是一个座位 但却有名女乘客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一名女乘客在社群平台抱怨 自己搭乘普庸马列车时 一上车看到自己座位旁 已经坐了一名男乘客 他目测男子大约150公斤 占据了他座位大约三分之二的位置 女乘客看到自己座位剩不到一半空间 迟迟未入座 这时男子还对他说去坐其他位置 由于当时车厢满座 女乘客只好坐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 忍受着狭窄空间 没想到这时男子还将双腿打得很开 女乘客描述男子身上还有一股味道 这让他直呼会占用到旁边座位的人 是不是应该要买两个位置 应该就会自己先靠边坐 可是会觉得很不舒服 应该就会通报列车账 买两张票也可以 好好跟他讲说 像这种状况的话你叫我坐哪里 在坐飞机的话 航空公司就要求说你要买两个位置 我们台湾是还没有这种法令 身形是他个人体型的问题 那列车长会有解决的方法吗 其实不止双脚碰触 有乘客反应 搭车时被其他乘客碰触到手肘 或是对方越过中间扶手 另外将物品放置在座位上站位 履券不听 这些也都会让其他乘客感到困扰 我如果有位置 他会坐在我的那个旁边 有没有扶手 他会弄到我的头 如果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的话 就可能会有点在意 目前针对普悠马列车台铁警规定 每位乘客都要买错票 而其他大众运输则表示 未曾接获相关通报 不过搭车时 若遭到其他乘客行为干扰 可通报站务人员协助处理 记者杨小玉张士奎台北采访报道